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 并于今年7月6号开始实施 白宫官方解释说 该关税行动针对的是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 以及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手段 但美国议员卢比奥说的更通俗和直接了当 他说这些不是关税 它们是盗窃税 因为在这些来自中国的技术产品中 大部分是用从美国公司那里倒走的技术生产出来的 它们每年盗窃了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技术 虽然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实话 但中共并不承认 痛批美国挑起了贸易战 16日深夜 中共国务院加班加点发布了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 以报复美国 对此 美国白宫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曾警告说 如果中共报复 美国将加征更多的关税 看来中美这两个世界排行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在所难免 而对于外界评论称这将导致中美两败俱伤 或是中共大输美国小输的说法 川普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曾对媒体明确表示过 中共很多年前就启动了贸易战 美国打输了 目前没有贸易战 他们拿了很多 所以以川普的角度来看 怎么打美国都是赢 只是小赢还是大赢 而相反 对于中共而言 怎么打都是输 只是小输还是大输 所以别听中共外交部 商务部或其他喉舌喊得如何凶 那不过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最终恐怕还是得让步 喊得凶是为了不让国人觉得他太怂 内外宣传有别 皆为洗脑愚民 这一点朝鲜倒是与中共老大哥难分伯仲 明明是在川普宣布取消高峰会后 跪求与川普一见 可在朝鲜央视的川金会纪录片里 三胖倒成了杰出的世界领袖 什么新加坡因为这场世纪会晤而变得更加文明 什么街道上挤满了满怀善意 对金委员长充满尊敬的人们 他以非凡的政治敏锐力 来此领导世界政治 还有川普总统向金委员长展示了他的作家 并表达了对金委员长的尊重和无限钦佩等等 不仅把爱哭的朝鲜百姓感动得稀里哗啦 甚至有些媒体也称三胖是川金会的最大影响 究竟谁是川金会的最大影家 在接下来的单元我们将会详细解读 但从美中朝三国媒体对川金会报道的对比来看 却彰显了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意义这一金句的不同内涵 美国自不必说 自由的批评总是媒体的主旋律 甚至有时已经自由地失去了原则 对这次川金会的报道也不例外 而无上限的赞美则是朝鲜喉舌的主旋律 尽管这肉麻的赞美对朝鲜之外的人毫无意义 且十分滑稽 但对三胖巩固自己的统治却意义重大 所以朝鲜央视对川金会的吹捧如此用力 有趣的倒是中共喉舌这次的表现 以人民日报为例 各国媒体都在头条报道的川金会成功破冰 以及发表联合声明 不但在人民日报头版只字不见 而且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对这种反常表现 倒是可用一种人的心境来形容 那就是被抛弃的中间商 好 各位朋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再见